一盏暗夜 黄海和花蝶 穿越远中 黄海和花蝶 穿越在一盏花蝶 黄海和花蝶 穿越是我的新家 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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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张杰 很开心来到偷口秀大会 平时呢 我和娜娜就经常看这个节目 她上次也来过嘛 还模仿了徐志胜 她来之前 天天在家练 杰哥 喂 杰哥 走 杰哥 给我一个喂 她模仿得越像 我越不敢回家 这么多年 有很多人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我都没有动摇 这是我第一次 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了V号 一年之后的call back 来这个节目啊 我确实是挺忐忑的 不是怕表现得不好 就是怕穿得不够时尚 上台前我还问我的造型师 这套衣服不涂吧 造型师说 杰哥 那你自己觉得 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 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说 杰哥都这么说了 那咱就换一件吧 我很少上不唱歌的节目 因为除了音乐 我其他都不是很擅长 出门前 同事还说 去了 少聊歌的事 我说好 那我不提今年是逆战发行十周年了 他说 你可以聊聊和娜娜的事 说起来 我和娜娜是十五年前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五年后会发行逆战 逆战在中小学生当中是非常火的 而这两年又火了一首 孤勇者 确实好听 我挺上头的 前两天我的孩子还拉着我说 爸爸 我想听你唱歌 能给我们唱逆战吗 我说 唱逆战吗 战哪 用这个 当然 这我也接受 什么都不会一只火 所以脱口秀大会的老学生 才会反复来参赛 今天我很开心 没有看到庞博至圣成禄这些老人 倒是看到了非常多的新鲜的血液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人都在一楼 来不了天花板舞台 很遗憾啊 看不到你们精彩的表演 只能看到一些更精彩的 节目嘛 确实是非常残酷的 就像今天 注定会有四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我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好听啊 但是我这样说 最多就得罪四个人 剩下那十三个人 也别高兴得太早 毕竟这才第三期 我这说话是有点太直了 对不对 这样 没关系 我是歌手 我可以把难听的话 唱好听 这首歌送给在场的选手们 就算你今年 可能被淘汰 谁说你明年 就不会再失败 今天你感觉自己 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 放心吧 朋友 你想拿更多 也拿不出来 你觉得话 你觉得话 这么难听的话 唱出来 果然好听多了 在这残酷的舞台 谁都不会一直在 你拿了冠军 又怎样 只要有人 抱着吉他上台 就会把你取代 这唱出来是有点直白了 指向性太强 我还是得婉转一点 就会把你取代 这样婉转多了吧 王敏 大家都在不停奔跑 为了心中那个目标 每个人都想 爬得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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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么高 确实有点累了 刚才确实说了一些 不太好听的话 但真话哪有好听的呢 现实哪有不残酷的呢 我也和大家一样 经历了很多 但我们今天 仍然站在舞台上面 坚持着自己的视野 因为 这就是爱 你不归的模样 老舅容易上头嘛 谢谢大家 我是张杰 好 你看没有 每个人都可以五分钟音乐特口秀 最后这个包是我很喜欢 杰哥感觉 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可以转行了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 超越感觉怎么样 没想到 还挺好笑的 没想到 挺好笑 你是什么期待啊 哇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 就是昨天 我在飞机上 还看到杰哥了 但我没敢认 因为我印象中 杰哥不会拿吉他弹杖 我说 拿吉他 一定不是杰哥 今天一过来 原来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什么的都不加分 长得帅 加分啊 加分 那你觉得我们这儿 谁比较帅了 就是 徐志胜 有品味 可以 有品味 喜欢陆寒是应该的 颜值 颜值 杰哥呢 我其实 我从第一季就开始看 对 杰哥就是观众 我就觉得 一定那个喜剧 一定要让我笑 因为我在看 其他的节目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不笑的 最多有些时候 很笑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冷笑 已经很笑了 导播老师 今天你要有一个机会 全程捕捉杰哥的冷笑 我们给那个透口秀演员挂在床头上来 激励他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 就